接下来我们听听 龚汉林老师对这个作品是如何点评的 有请龚汉林老师 我就觉得你们在整个的表演过程当中 老是跳进跳出没有任何铺垫 这样的话让我们看起来就很矛盾 我就觉得你这个角色演的就很矛盾 这是我不喜欢的 就是你们没有有一条行动线 是很准确的贯穿到底 你们说媳妇要捧 应该是捧到底的 大腕要装 也应该是装到底的 即使小姨子来了 你突然间又变成装了 应该在这之前是应该有铺垫的 光光光一敲门 媳妇就在说 你还得给我面子 不管谁来 你还得继续装 这才行 我是感觉是 你站到那说出那番话 演员是付出多大 如何如何 这个话你的身份是不对的说出来 为什么呢 你那个棒那个角色 还没有真正成大腕 是个假大腕 是自己心里期望出来的一种东西 那么有你站着说这个话 没有说不利 所以说站在什么位置 说什么事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但是这个男主角呢 我比较赞赏 因为你这个相好 特适合演小品 你长得就像那蹦 而且咱们俩合作 不光有副食还有主食 不少人说 我这张脸长得像新疆那个囊 你们看像不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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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